同学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动课堂超级无敌AI基础课之变形功能 我们看变形功能能够在做图的时候带来哪些变化 接下来配合护士帽的这个案例 首先画一个长方形 我们想得到一个往上的一个弧度 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的方法一个个这么调的话 一非常麻烦,二不是很标准 那么我们选中这个图形 在效果里面找到一个变形功能 有一个弧形,点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它把这个图形给它往上弯曲 那这个弯曲的数值呢 可以进行自定义,可以调节 它默认是水平 你可以垂直,可以互相换一下 这个地方呢可以调节 如果想给它对等的话 就给它调为0 确定 调完之后 我们根据之前的方法选中它 把它完全扩展外观 扩展成当前这个图形 那接下来呢 在上面画一个 举行 把它们进行对齐处理 并且呢 并且呢,把上面这个矩形 锅点删掉 然后贴合一下 把这些锅点 统一 给它拉一个圆角 这个呢 也给它拉一个圆角 中间 画一条直线 选择一条直线 C,C,F,原位粘贴 我们下节课再见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